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早上,欢迎收看麦格里第1、麦格里卵政工房 我是林志同,今早请来的嘉宾 有我身边的要财政圈研究部总监 直要辉斯山、Stanley 和电话旁边的麦格里资本股份 有限公司香港应股正市场销售主管 林蒙恩先生,Ryan 两位早上 是,大家好 大家好 先跟大家呼吁一下 如果有任何股票上的问题 可以打你204-6566 问我们专家意见 或中文提电邮 去到ASK,BHChannel 或WhatsApp到915714 给我们 Facebook上面都可以准直播 大家可以帮我们分享一条片 有问题留下留留言 会尽快解答大家 不如大家看看最新走势 恒指暂时跌16点 30729点 国企指数升29点 最新增12,066点 大市成交682亿多 刚才都跟Stanley在节目开始之前都说了 市场完全好像跌不下 现在跌得10点 307,000多点的位置 成交比昨天少了一点 但都OK,600多亿 现在等北水回来 北水再炒起多一点 三万一冲上去应该没有难度 只剩下2个多点距离 都是的 不要说我等到气 因为本身市市现在的气氛 都仍然太厉害了 太好了 最主要就是说你见一些 甚至乎好像是腾讯这些 昨天的时间 又好像回到跌下去也好 你见到转过头有三百两倍 即是今早上开的那一刻 大家可能有一刻都觉得 又跌下去 好像跌很多那样 但是你想一下 由730元转过头 即刻打回上 现在差不多750元 那一刻 那一刻的力度都真的不小 而且大市本身 真的没有了 那个气氛 我都觉得还是相对比较 都挺不错 或者这么说 所以明天你就买了 北水的时间 大家也可能有些憧憬 就是北水回来之后 都可能会买破 所以你回到这气氛的支持之下 你的市场再向上 你说破三万一 应该真是不难 虽然讲真句 这一转 Sensure这一阵 其实很急的 你可以说在近年来的 很少见的现象 因为市场 其实不要说 2月份7这段时间 1月份的时间 已经升得颇多 但是真是没办法 其实似乎股市 都是叫资金推动 真的比较浅多的情况之下 如果市场再升 就真是不出奇 只可以说不出奇 是是 又问一下Royan 对恒指后市的看法 你们有怎样看 是的 其实 从技术分析层面来看 其实 总是看涨的指标 比较多 我们看到 图片那里 就有12个看涨的绿色点 即是技术指标看好 5个是红色看跌的指标 所以算是一个大比数 就是支持恒指 继续上升的动力 而这要看回牛熊整街货 其实暂时 有些投资者 都是慢慢地 就是街货分布的水平 都提高升了 比如昨天来说 高位密集区 就29500点左右 其实现在都已经比较会弱点 都是3万点水平的牛证 就比较多了 所以都是慢慢地 部署向上升的动力 就比较强点 另外 暂时都有几只股份 带动到市场 都是一些成交高的 有腾讯 Hibaba 微全力和快手 今天都可能会讲回这几只股份 可以再跟大家分享资讯 街货图方面 大家的取代又是怎样 街货其实都是见到 那个牛证方面 都是比较开始多些 有些投资者是继续追货 所以现在暂时比较会弱的 有些都是3万点水平 就比较会多了 好啊 那个街货地图 我们都很快地 show show 给大家看 因为我们稍后都会讲这几只股份 上榜的就有 腾讯、美团、快手、阿里巴巴和平安好医生 先讲一下快手 刚刚上升的时候 大家都很追捧 但是第一天招股IPO上市之后 跌过来 好像给位大家买 现在又去到400元这些位置 短线部署快手的话 Stanley 你会怎样看 因为现在又有全TikTok的抖音 想在美国上市之后 再去香港第二上市 如果是真的的话 快手可不可以被推动 可以再爬高一点 两看 好啊 但真是齐材独特 现在你要找TikTok影子股 都是得着快手而已 但是快手我前途上和TikTok比的话 TikTok就真的好像厉害很多 那你TikTok有得买卖 但是问题是 你快手本身的估值 真的一点都不是低的 反而突然转 你说TikTok上市的时间 如果假设它那个估值 不是算是可以的 但是万一那个估值 不是算很厉害的话 反而对于快手 我觉得有点压力 但是只不过 可能和你所说 这段时间 你当短炒一下 你又买一些卵 那类的东西 我觉得是可以的 但是正估计 反而我就不太贊成了 嗯嗯嗯 又问一下Royan 快手这样飙了上来 都开始呢 发行商都慢慢再出多些快手的product 又说下资金流向的情况是怎样的 最近 好啊 我们看回一个资金流的图 那我们看到呢 就是一个的 有条线 红色线那个 就是那个 股价 蓝色的储藏图 就是那些资金流向 那看到呢 其实这么多日来说 都是忽着 有些投资者 将资金 卖进去这些购买 部署 那月星呢 都是继续去追它 那也是那一句 刚才声音所说的 那其实呢 短期呢 可以运用这些这样的产品呢 就短期捕捉它那个的 升幅潜力 因为呢 你买一手的快手 可能是几万元 那如果你买这些 窩卵 那现在呢 一万元都不用 都可以有机会 可以参与到市场 那现在都多了选择 现在有些是上到 四五百元 六百元都有的 那也是很多选择给大家看 那现在再看回下一幅图 那也见到 那个支音流向 那其实昨天呢 就快手在第三个 最多支音流入 他的call论 那里 那红色处像图呢 就见到他的call论 那里呢 那真的都是比较多的 那这一只完全犯的 那快手的call论 又有些什么选择呢 那今天呢 这只快手的call论 就是13487 行使价呢 是448.88 那不算是很高 十几个percent价外的程度 那而到其日呢 就是9月左右 大约半年期 那实际杠杆呢 大约有三倍 那而这一只呢 就算是一对一百的选择 那都算 走得都算比较恰当些 但是呢 那这个人身包图呢 都比较算低一点 但是70多左右 那都是一个选择给大家的 嗯 好啊 那市呢 继续着这样冲上去 但是呢 龙头那些ATMX 那个表现呢 没有那些二三线的股份 升得那么厉害呢 会不会都是需要休息 北水回归 腾讯那些 会不会又再走快一点点 腾讯我没有 也没有担心过 没有担心 但是想它走快一点 难一点 那它似乎那么大一只 是吧 那还有 我觉得它都是继续着走的 都是 有没有什么 但是你说北水 就是明天的时间回来 那应该按道理 应该对它都有一些支持 所以你说如果你是短炒的 你博这一阵 我觉得OK的 就是纯细就是 因为见到9618都半成了 那不同 它有一些分担概念 就是它 所以之前呢 大家问说买 就是买京东健康 还是京东集团 我都没有是京东集团的 就是因为它本身有多这些 叫分拆这些消息 所以 但是如果现在 你说腾讯 就是 播不播得过呢 播得过 你真的 你不需要说太多 你只需要说这一段 这一段短的时间 拔不水这个 这个因素 都直播的 都直播的 好 Royan 腾讯一手 就很贵了 多不多人用 call put 来做部署 其实真的很多 尤其是昨天 因为它回了 调整了 所以很多投资者 是买到他的call 我们看到资金流的图 就是腾讯最多资金流 入他的call 红色的储藏图 就是call 白利率最多 另外 这个图 我们有一个表 用很简单的情况之下 就看股价 在一个表 可以看那个表 看到腾讯 比较弱一点 因为昨天 看股价 和成交量分佈 跟前日和昨天再比较 其实都是 看到成交有很多 而价值都是跌了一点 昨天的市场 其实都是比较弱一点的股份 所以很多投资者都是 捞底去追货 再去腾讯 只要看他的技术分析图 在下一幅图 就看到 这个腾讯的技术指标 看账方面 就有10个看账的绿色点 而看跌的红色点 就有5个 所以算了一个大比数 就是有个看账的动力 就比较强很多 另外再说 腾讯的账软选择 即博北水这一阵 账软选择有什么选择 好了 腾讯这一款账软选择 今天这款是23047 23047 行测价是1,000元 行测价 算是高一点 但我们用年期长一点 去平衡风险 就说10月初到期 而实际杠杆有5.7倍 這隻是一對一百的選擇 會走得比一對五百的市面上有的渦輪 所以可以快一點一對一百 這是可以給大家考慮下部署 騰訊可以有一個北水回歸的概念 阿里巴巴沒有的 Stanley 阿里巴巴又繼續跑輸 是啊 真沒計 是不是有一段時間還未可以在北水買到 現在 真是難搞定 這隻有沒有機會走得快多一點 還是還是不要再碰阿里巴巴不要碰 不碰了 那句話 它有沒有機會追落後呢 它會有些概念 純粹追落後的話 但是真的會慢 如果要選的話 似乎 騰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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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說阿里 真是 純粹追落後 我說不行的 但是如果要拼搏的話 這一陣的時間一定是 騰訊是首算先 因為真的沒有 明天 一定是明天 你以策略上部署的話 一定是看北水 看北水 一定是減騰訊 這些 就是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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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里巴巴的 摩仁資金流向 Royan 又看回 阿里巴巴 其實 它暫時都是 一些人是 當作一個炒作的做法 都是 低位 資金流入摩仁 這一個圖 就見到 紅色條線就是股價 見到有幾次低位 那些投資者 都馬上去摩仁 看到那個 藍色儲藏圖 就向上 即是資金流入了 近日有幾天 突然升級了 才有些資金流出 短期套現 但 都見到 其實這幾天 都是有些資金 一低位 就去流入回去 所以都是 投資者 都是對這隻 是長線 或者可能未必知道 方向是怎樣 但是 短期來看 一跌了就會馬上去 去部署 而下一張圖 就是阿里巴巴的 那個 其實分析圖 暫時 就是 是11個體漲指標 就是6個體跌的指標 所以 都是比較看好的 技術分析 比較多 都是支持到這個股價 好 講到阿里巴巴的 有甚麼選擇 好 今天這隻阿里巴巴的 呼籲編號 就是13203 行使價是298.88 又是10% 價外程度 高了一點 但是 用年期長一點 去平衡風險 就是 今年9月左右 到期 實際槓桿 是4.7倍 好 很快說 這兩天的焦點 就是1833 平安好醫生 Cafe Wood 乾媽 買入這隻股份 增持 爆了兩天 今天就算它回調 都是回得那一點幾個% 但是 契媽就是契媽 真的升了很多上來了 需要不需要take profit 你問我實在說 take profit take部分 不知道何時再爆 不過這些又真是 點石成金 真是厲害 點石成金 跟它買真是很厲害 這陣子真是 好醫生 現在回到1.5% Ryan 你們的技術分析圖表 有看到什麼 現在大比數 是體象的綠色指標 比較多 有19個 而體質指標 只有6個 很少看到有幾個 有十九 那麼多的體象 所以技術分析層面 比較樂觀 而看資金流方面 看到它的股價升的話 這幾天 投資者都是繼續追貨 所以 都是比較樂觀一點 好 平安好醫生 又是 用一些卵症 快手做一個部署 可能玩即日 現在這樣玩 平安好醫生 有什麼選擇 這隻平安好醫生 是22782 行使價是181.88元 也算高一點 但是都是用年期長一點 去做部署 就是九月左右到期 實際槓桿有三倍 看到它的對換比率是一對一百 所以都可以讓大家留意 京東健康反而今天行得好些 升3%上來 謝謝Stanley和Rowan 這麼詳細的分析 要先申報一下 Stanley有沒有持有上述投資股份 有這個騰訊 Rowan呢 沒有持有的 好 謝謝兩位 我們稍後回來 就會解答大家YouTube上的問題 我們稍後回來廣告之後再和大家見面